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 拉帮结派,这叫党 那群,大家非常拥手 自从道合,但没必要谁领导谁 那现在呢,这个比较大 而市场比较小,政府比较小 汉朝有这么一个太守 相当于现在的,这两个兼职 那时候还是有一定权利的 很希望她和母亲去世嫂 然后就每每 思念 神气 各种言行举止流露出来 这个太守 她是 也是 经典 通俗 文采飞扬 你看那个时候 了不起 然后 又禁绣 对母亲这样 对父亲同样 夏天 被父亲晒晒 冬天 那父亲亲自浪贝窝 你看这个人啊 她有的是会说不会做 游戏 尤其 尤其 尚总 她是 也负责传达的 负责发令的 那很多人 其实我们这样讲 也是一种思想的传达 但是究竟我们能不能做到 这个还是要落地 那有些人会做他不会说 有些人说了他不做 说是一种 让别人做 做自己 所以说修别人 能治理好 不一定能治理好自己 这就是内生外亡之道 各有各的用 也不是说会说就没有用 那你光说不做 其实你内心它是矛盾的 自己也是痛苦的 但对别人 对社会也许会好一点 说这个母亲 去世的早 有的是父亲去世的 一般 因为女性母阴 这个阴阳虽然是互相吸引 但是阳多阴自然少 那这种人往往就是 阳气比较重 有点磕 那现在社会 那现在社会 尤其 那现在社会 那母亲比较强势的 他孩子 他就往往是 比较厌一点 比较厌一点 因为他本身是阴 能带着你的 你表面上是阳 他实际上那样 这种人往往就克服 反过来就克服 反过来就克服 所以这个阴阳颠倒 如果家庭出现那种 阴盛阳衰 阴阳颠倒 五行错乱 倒反天高 没办法 怎么办 慢慢来 慢慢化 黑天 总是有 那黑天过了 白天也会来 但是这个过程 很严重 这种是 军事怎么样好一点 那正道怎么样 最快一点 多少给自己舒服一点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要讲 再更多的需要大家一起来 一个人能够